109年房屋税缴纳期限到6月1号 花莲县地方税务局表示 目前还有一半的屋主没有缴款 提醒大家如果税单遗失的赶快补单 而如果受肺炎疫情的影响 没有办法如期缴税的话 也要在6月1号之前 向地方税务局申请展延或者是分期缴款 以免超过缴税期限会被加征至纳金 每年5月份开征房屋税 今年5月31号适逢星期天 因此缴款期限延长到6月1号 但是花莲县地方税务局表示 到目前为止还有一半的屋主没有缴税 请大家要特别注意缴税的期限 今年的房屋税缴纳期限 即将在今年的6月1号到期 那有许多民众都会反映说没有收到税单 那期限就快到期了 那可以直接拨电话或直接来我们税务局 直接申请补税单 那要记得在缴纳期限之前 缴纳以免会加征至纳金 那截至目前为止 还有五成的民众还没有缴费 记得要在期限之前去缴费 而如果受肺炎疫情影响 可以申请展延或者是分期缴税 有些民众反映说因为疫情影响 那以至于他缴纳会有一些问题的话 那想要做延分期的申请的话也是可以 但是一定要找我们提出书面申请 我们才会受理 不然还是会变成预期 会有受制纳金的问题 延期的话最长是12个月 分期的话最多可以分36期 对但是你要提出跟疫情受影响的相关证明的话 我们基本上会从宽认定 地方税务局提醒民众 有任何房屋税的问题 可以向税务单位来询问 但是务必要在6月1号之前完成缴款 或者是申请延期缴款的动作 介络会欢迎视报道